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4年7月21号 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郭杨子 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号下午四时许 来到越南驻华使馆 调研越共中央总书记 软夫重事事 习近平来到越南驻华使馆 调研大厅 大厅里摆放着软夫重的遗像 习近平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送的花圈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等机构和组织 送的花圈摆放在一项前 习近平走到软夫重一项前 驻足莫哀 向一项三鞠躬 在调研部上留言并签名 习近平指出 软夫重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越南共产党和越南人民的伟大领导者 十多年来他和软夫重交往密切 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情 去年他和软夫重一道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软夫重的逝世 使中方失去了一位中越关系推动者和社会主义事业同行者 令中方非常悲痛 中方将永远铭记软夫重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越南共产党团结带领越南人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他相信在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越南人民一定能化悲痛为力量 在革新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他坚信中越双方一定会继续一道努力 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越南驻华大使范兴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前来调宴 中共中央第一时间向越共中央发出宴殿 越方深受感动 深表感谢 越方将继承软负重一致 落实好越中双方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坚持将发展对华友好合作 作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 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继续向前发展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越共中央总书记软负重19号逝世 享年80岁 越南政府将在25号和26号 在国家殡仪馆为软负重举行国葬 安葬仪式于26号下午三时许 在河内市梅亿陵远举行 各机关 单位 公共场所下半期致哀 不组织公共娱乐活动 不少越南民众表示哀悼 希望接替软负重的人 能够延续他治党治国的方针和政策 越共中央总书记软负重19号逝世 享年80岁 为软负重治疗的108号中央军队医院 20号仍然正常运行 软负重宅邸位于河内这个巷子里 巷子外已拉起围栏 加强戒备 越南政府机构仍高挂越南国旗 越南党政机构的官网已换成了黑白色 脸书上不少网民上传软负重的照片 已是哀悼 我现在位置是河内市中心的环剑湖 往常的周末这里都会成为步行街 共民众娱乐休闲 19号下午 越共中央公布软负重逝世后 娱乐活动暂停 我身后的商场屏幕 也换成了越南国花 荷花的黑白底图案 调研软负重 越共中央政治局19号表示 将发布为软负重举行国葬的特别公报 越媒在软负重逝世当晚 刊登了越南国家主席苏林的文章 赞扬软负重在他55年的政治职业生涯中 不懈努力进行反腐败斗争 建设连结强大的越南共产党 建设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苏林说 软负重秉持的竹子外交政策 柔中带刚 与世界各国发展了良好关系 才有如今的越南 苏林说 越南将继续坚定党建原则 把国家建设成为工业现代化 高中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软负重1944年出生于河内城郊的农民家庭 拥有语言文学学士和党建教授学位 1967年加入越共 1997年进入越共中央政治局 历任河内市委书记 越南国会主席等职务 2011年登上政治生涯巅峰 连任三届越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与中央军委主席 打破越共中央总书记最长两个任期的党规 而在阮副中事事后 外界最关心的将是谁会成为他的继任人 我们再来一起聚焦一下 习近平在指示中说 陕西商洛市炸水线境内 因山洪爆发发生垮塌 发生垮塌 因山洪爆发发生垮塌 发生垮塌 在害发生之后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高度重视并做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抢险救援 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习近平在指示中说 陕西商洛市炸水线境内 一高速公路桥梁 因山洪爆发发生垮塌 造成多人失联 当务之急是全力抢险救援 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并妥善做好家属安抚等善后工作 要注意科学施救 细致排查周边安全隐患 严防次生灾害 习近平强调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 压实责任 加强监测预警 强化巡查排险 落实落细各项措施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做出批示 要尽一切努力搜救失联人员 尽快查明原因 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并抓紧排查处置险情 严防四生灾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陕西商洛市日前发生暴雨 引发伤红 导致丹宁高速公路一条大桥 局部被冲毁 有汽车坠河 增至12人死亡 一人获救 另外仍然有18辆车 31人失踪 另外 四川雅安市汉远县 20号的凌晨发生的伤红灾害 就导致30多人失联 40多处房屋受损 通讯 暴露 桥梁争断 目前已经寻获8具遗体 以及12名伤员 陕西商洛市炸水线境内 19号晚间突发暴雨伤红 导致丹宁高速公路水阳段 桥梁局部垮塌 垮塌长度约40米 由于仍有多人失联 搜寻工作仍在进行 通过高速收费系统比对 视频监控电话核实 初步判断共有17辆轿车 8辆货车坠河遇险 设施大桥全长366米 跨越金钱河 跨它的桥面长约40米 救援工作连夜展开 700多名专业人员和1500多名群众 在他桥地点指下游60公里的 猪山水库沿线 通过无人机橡皮亭等途径 开展搜救 四川雅安市汉原县马列乡信华村 20号凌晨2030分许 因暴雨突发山洪灾害 导致通信道路桥梁中断 造成多人失联及多数房屋受损 灾情发生后 当地立即成立应急救援指挥部 组织力量全力开展人员搜救 重点区域人员排查 受灾群众转移安置 道路通信抢通等工作 针对四川严重暴雨灾害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启动国家三级救灾应急响应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 汇同国家粮食及物资储备局 在前期向四川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 在此紧急调拨安置类中央救灾物资4万件 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人员和装备赶赴现场 调派应龙无人机执行现场应急指挥通信保障任务 当地消防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海南等三省份 20号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维持针对四川陕西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安徽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0号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 进行防汛专题联合会商 视频调度陕西 四川 湖南 安徽 山东 河南 江西等七个重点省份 安排部署强降雨 防范应对和巡查防守工作 会商指出 当前长江中游干流及洞庭湖 鄱阳湖水位波动缓退 淮河第一号洪水继续向下游沿进 而太湖的水位退至警戒以下 逐雨带21号起将会有所北台 南海及菲律宾以东两个热带低压持续发展 防汛救灾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播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6亿元 支持河南 陕西 四川等省份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焦点 一会见 欢迎回来 索罗门总理马内来近日在对华访问期间 重申索罗门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 并表示希望在贸易应对气候变化 扶贫和安全问题上与中国加强合作 马内来在访谈当中引述联合国宪章 呼吁所有国家尊重他国 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他还表示 气候变化是太平洋岛国长期关注的核心问题 希望在可再生能源 绿色能源等方面 与中国加强合作 此外他还希望通过建立贸易实验室测试出口商品 加强贸易合作 帮助索罗门在2027年摆脱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称号 当前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两国在交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 正在助推索罗门发展 马内来还说希望可以借鉴中国的扶贫经验 帮助索罗门民众摆脱贫困 再来关注美国白宫医生20号表示 拜登的新冠病情持续好转 目前虽然仍然有症状 但是轻微 副总统哈利斯同日前往马萨诸塞州 出席竞选活动为拜登的竞选来筹款 消息人士透露 7月筹款5000万美元的目标 至今一半还未达到 白宫医生凯文·奥康纳透过信件表示 拜登在20日早上已经服用了第六剂新冠治疗药 虽然仍有轻微咳嗽和声音嘶哑 但症状正稳度改善 令经基因测序确定 拜登感染的新冠病毒是变种KP.2.3 根据美国CDC数据 KP.2.3占美国新增感染病例约三分之二 奥康纳表示 拜登将继续履行总统职责 自拜登上月与特朗普的辩论失态后 民主党内要求拜登退选的声音日增 副总统哈里斯同日前往马萨诸塞州出席一场竞选活动 为拜登竞选筹款 外界人士普遍相信 若拜登选择退选 代表民主党竞选的位置将落在哈里斯身上 募款人士的态度成为了焦点 路透社引述三名募款人士透露 前往参加马萨诸塞州活动的人们 都会选择支持哈里斯参选 这场活动预料有800人参加 预料可筹集约800万美元 然而根据两名熟悉募款工作的消息人士透露 拜登竞选团队原希望在7月为拜登筹得 约5000万美元的大额捐款 但截止目前实际筹得的金额不到一半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20号 前往密歇根州大吉流城出席集会 这是他接受共和党提名后的首场竞选活动 也是他遭受枪击后的首场公开竞选活动 受到枪击事件的影响 会场的安保明显加强 而特朗普已经除下了幼儿的白色纱布 改为贴上更细小的绷带 显示幼儿的伤口正在愈合 在会场外附近多条道路封闭 多架的无人机在上空盘旋 数十名警察在附近巡逻 而参加者需要逐一的通过安检 有参加者表示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并不感到意外 也因安保明显加强而感觉安心 特朗普在副总统候选人万斯的演讲 不久之后登台 从摄像机的影片所见 他已经除下了幼儿的白色纱布 特朗普表示 只要他能当选 他会反转所有拜登和哈里斯造成的灾难 包括终结通胀的噩梦 粉碎非法入境犯罪 同时称 会再次的大幅减税 让能源价格快速下降 让美国梦再次回归 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19号表示 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 并且承诺将结束俄乌冲突 有专家就分析指 乌克兰正在逐步的调整立场 以应对美国大选换主的可能性 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他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友好的通话 他感谢泽连斯基的联系 又说因为他作为下一任美国总统 将为世界带来和平 结束夺走无数生命 摧毁了无数无辜家庭的俄乌战争 泽连斯基证实了此次通话 并且感谢美国的军事援助 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 他又表示与特朗普达成一致 将在一个私人会议上讨论采取哪些措施 可以让和平变得公平和真正持久 特朗普此前多次强调 如果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可以在一天内就结束俄乌冲突 对此有专家分析指 特朗普想通过与俄罗斯的沟通 以及中断对乌克兰的援助 来为俄乌和平谈判创造条件 专家也表示乌克兰正在抓紧巩固 与拜登政府所达成的共识 以减少一旦特朗普上台 对自身带来的冲击 同时乌克兰也是放出 愿意邀请俄罗斯参与和谈的信号 以应对美国大选换逐的可能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敦念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0号表示 乌克兰安全局正通过网络策划 马里乌波尔集会和游行 但是依据消信令和特别军事区法案 所有集会和游行都将被依法取缔 当天俄控地方安全机构 也在马里乌波尔市郊外 搜出了大批枪支弹药 并且逮捕了当时嫌犯 来看一下本台记者 颜顿巴斯南北主干线M14高速路 发回来的沿途专访 这里就是马里乌波尔 目前马里乌波尔的城市建设 基本上已经结束 俄罗斯媒体也表示 马里乌波尔目前也是乌克兰 要打击的重点的目标 包括乌克兰经常向这个方向 进行一个远程的清晴导弹的一些 其次活动 同时呢 乌克兰的一些安全部门 也是进行策划 在网络上的 号召唤马里乌波尔的 乌克兰族 对这个地区 进行一些抗议和机会的活动 中文字幕提供 我们说了 有关系的 我们有关系 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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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有关系 现在 我接着去 在学校 已经建议 有关系 我爱这个地方 有关系 有关系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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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是砍毀了,現在已經全都已經整好了 還有電池,水,電池,電池,電池… 全都有,全都很好 還有海報嗎? 沒有海報沒有,全都好 還有未來有什麼需要嗎? 對,我想,未來這裡還有很多東西 我想,這裡會很漂亮的區別, 我們會做到這裡, I think這裡會 все好 您是俄羅斯和俄羅斯? 到第二天早晨6點 這是宵禁的時間 在宵禁期是禁止一切集會和遊行的活動 那麼以上就是鳳凰衛視盧雨光 伊萬、阿拉曼、弗拉德在馬里烏波爾的報導 以色列國防軍20號空襲野門鴻海港口城市何台達 以報復胡塞武裝敬虐對以色列的襲擊 胡塞武裝控制的電視台引述衛生部的消息稱 空襲造成至少有3人死亡87人受傷 而這也是新一輪以哈衝突爆發以來 以色列首次打擊野門本土目標 胡塞武裝最高政治委員會揚言會做出有效回應 位於河台達港口的一個遊庫遭乙軍空襲 傳出多次巨大爆炸聲並引發大火 濃煙直衝天際 胡塞武裝說乙軍的攻擊目標 包括燃料儲存設施及發電站 目的是增加當地人民的痛苦 迫使他們停止支援加沙 胡塞武裝最高政治委員會表示 將對以色列的空襲做出有效回應 軍事發言人說 將毫不猶豫打擊以色列敵人的重要目標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哈加里表示 乙軍派出F-15戰鬥機 執行這次任務 全部安全返航 打擊目標是用於恐怖活動的 軍民兩用基礎設施 包括能源基建 而選擇河台達港口 是因為這裡是伊朗之武器 運送到野門的主要補給線 也是胡塞武裝的重要經濟命脈 發言人強調 這次是乙軍的單獨行動 但行動前已通報盟友 以色列總理內坦尼亞胡 與國防軍總參謀長哈萊維 一直監察任務執行情況 內坦尼亞胡強調 河台達港不是無辜的港口 它具有軍事用途 是伊朗運送武器到野門的進入點 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表明 這次行動是報復胡塞武裝 日前使用無人機 襲擊中部城市特拉維夫 造成一人死亡 十人受傷 加蘭特表示 胡塞武裝攻擊以色列超過200次 在首次有以色列公民傷亡後 以軍隨機反擊 信息非常清晰 就是讓以色列公民流血 必須付出代價 自去年10月 新一輪以哈衝突爆發以來 野門胡塞武裝多次襲擊 以色列南部港口城市 並在紅海等海域 襲擊關聯以色列的商船 本次空襲是衝突爆發以來 以色列首次對野門本土發動襲擊 尼巴嫩真主黨說 以色列針對胡塞武裝的襲擊 預示著整個地區的對抗 將進入一個新的危險階段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聯合國國際法院19號發表聲明 強調以色列定居點政策 是引發暴力事件的原因 國際法院還表示 以色列必須停止 所有新的定居點活動 有希利亞的學者相信 雖然美英法三國將會阻止 安理會通過國際法院的聲明 但是這將使得以色列 在世界上更加孤立 而真相也會公諸於世 來看一下本台 強生的法律後果 發布自行意見 國際法院認為 以色列定居點政策 違反國際法 損害了和平進程 對此有希利亞觀察家 指出國際法院的第一新主動 回應了最近 以色列議會的新主意 就是拒絕在 約當和西安 和耶路撒冷 建立巴勒斯坦國 和俱律於 將這些地區 併入以色列 這次的決定 在現實上 這次的決定 是正確的 和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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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的 法院 提議 在這次的決定 法院的法院 不可否有 法院的法院 法院 和法院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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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3年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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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 提議 以色列 定居點 整齊 是 引發 暴力事件的 原因 以色列 繼續在巴勒斯坦領土設立 定居點是違法的 法院 要求以色列 停止所有的新的定居點 活動 並裁定 以色列 必須對 佔領 巴勒斯坦領土造成的損失賠償 有些專家相信 雖然 國際法院的 記憶立場 將會面臨西方國家 尤其是美國的反對 但實際上 這將使得 以色列 在世界欲龍 面前的立場 被削弱 並會進一步 揭露 以色列的罪行 提供 我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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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美國 和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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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成功 我們會提供 這件事 這件事 可以提供 這件事 更加 這件事 的 會提供 這件事 這件事 更多 這件事 這件事 是因為 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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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提供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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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巴黎奧運 不足一周 法國各地 再次爆發示威 巴黎二十號 再有民眾 不滿以色列代表團 可以如常參與奧運 所以發起了幾回示威 而在港口城市 拉羅謝爾 則有民眾不滿 建造水庫 發動示威 與警方發生衝突 造成多人受傷 最少有7人被捕 數百名抗議者 在巴黎遊行 揮舞著巴勒斯坦旗帜 並高血上禁止以色列 或種族屠殺 不是奧運項目的標語 部分抗議者 還穿著抵制以色列的T恤 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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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知道 在過於八十多年 在 Gaza 有幾十多年 有幾十多年 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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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 參與示威的團體表示 奧運會對戰爭存在雙重標準 俄烏衛衝突爆發後 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運動員 無法代表國家 僅能以中立身份出賽 但以色列運動員 卻能無常參加 根據當地衛生部門數據 以色列對加沙的攻擊 已造成超過三萬八千人死亡 持續進攻 幾乎摧毀了整個加沙 在法國西部港口城市 拉羅歇爾 有民眾抗議 當地建造水庫 發動大規模示威 與警方爆發衝突 示威有約三千人參與 七間警方發射的催淚彈 並動用了水泡車驅散人群 期間有多間店鋪被破壞 最少有七人被捕 法國政府在西部地區 興建多個水庫 用作冬天存庫為農民灌溉 但示威者批評 水庫抽取地下水 破壞當地環境 同時只有大農主才會收益 小農場實質獲益不大 內政部長達爾馬寧批評 有極左及無政府主義者 參與了示威 攻擊財產 並洗劫了一家超市 難以想像示威活動 與環保有關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孟加拉國學生反政府示威持續 20日再有至少4人 在零星衝突當中死亡 連日來已經有至少114人 喪生數千人受傷 目前孟加拉國全境實施宵禁 政府宣布 21號至22號為公眾假期 所有辦公室還有機構關閉 別日衝突 有中學生因此喪生 有學生呼籲捐血和捐款 幫助死傷者及其家屬 有學生表示 孟加拉國的非法政府 應該為殺戮負責 而每時每刻都有學生受傷 當地的媒體並沒有正確地報道這件事情 此次騷亂的起因是學生不滿 孟加拉國現有公務員配額制度 將超過一半的高薪職位 保留給特定的團體 而孟加拉國青年一直面對著就業困難的問題 因此配額制度就激起了學生的憤怒 政治生涯最大的挑戰 根據馬來西亞海岸警衛隊20號表示 他們正在追蹤 此前在新馬海域附近相撞 並且起火的兩艘大型郵輪 其中一艘關閉了自動識別系統 並且離開了事故水域去向不明 兩艘郵輪19號 在新加坡白礁島附近海域相撞之後起火 其中一艘懸掛新加坡的國旗 而另外一艘是具有中資背景 新加坡海市級港務管理局就表示 新加坡級的郵輪上的22名船員 已經全部撤離並且抵達新加坡 而雖然中資背景的郵輪上的40名船員 已經全部被找到 並且有14名的船員經由新加坡空軍直升機疏散 但是還有26名船員在船上進行滅火行動 外電引述航行數據報導 這艘郵輪曾經運送伊朗原油 但是伊朗石油部予以否認 目前外界與這艘船的通訊完全中斷 但是相信仍然在馬來西亞水域 更多焦點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 國家主席習近平回信香港學生一週年分享會 即香港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頒獎典禮20號舉行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及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彥雄出席並致詞 李家超表示回信是對整個教育界的重要指引 國家主席習近平回信香港學生一週年分享會20日在香港舉行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並致詞 李家超表示回信彰顯習近平對香港同學的關懷和勉勵 肯定香港愛國教育的努力是對全香港學校的激勵 是對整個教育界的重要指引 在過去一年特區政府與教育界 一起積極落實習主席回信的精神 建立同學愛國心報國志 讓學生從多角度 輕生地體驗國家的最新發展和成就 幫助他們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結合起來 培養年輕一代的愛國情懷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彥雄表示 一年來香港愛國主義教育紮實推進 愛國愛港熱潮涌動 習近平的回信為香港加強青少年教育培養 更好地推進愛國主義教育指明的方向 一年來香港青少年在行走中 增進了對國家對世界的認識 加國情懷和世界視野不斷提升 習主席回信勉勵香港青少年 把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結合起來 5.8萬公民科師生完成內地考察 香港青少年用腳步丈量神州大地 用鏡頭記錄祖國成就 在零距離親生體驗中厚持家國情懷 有香港培養中學學生表示 一年來這紅信給自己的生活和學習 帶來極大指引 特別是習主席提到了一句話 就是讀萬卷書和行萬里路結合起來 我覺得這句話給我一個特別大的指引 就像我們學校有組織貴州的一次考察團 然後在這次貴州考察團的時候 我們就見識到了貴州的自然風貌 因為我本身是學地理的 這就和我自己所學到的內容 比方說喀斯特地貌有所結合 就讓我更加了解了 貴州這裡的一個獨特的自然風貌 同日還舉行了香港青少年 航天創新大賽頒獎典禮 其中最優秀的40多個項目 將組成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隊 參加今年8月在海南省文昌市 舉行的第三屆全國青少年航天創新大賽 報告是林西文 香港報導 一起來關注一下大型多拉A夢巡迴特展 7月登陸香港尖沙嘴 香港旅遊發展局在20號 舉辦了多拉A夢無人機表演 受到了大批市民遊客的歡迎 而第二場多拉A夢無人機會演 晚上7點半在維港上空舉行 有約1000架的無人機組成不同的圖案 歷時約15分鐘結束 伴隨著熟悉的背景音樂和 生動活潑的旁白 被粉絲戲稱為藍胖子的多拉A夢 再次獻身香港 季五月舉行了全球首場 多拉A夢無人機表演後 加強版多拉A夢無人機會演 在7月20號晚如月出現在 尖東海域上空再度照亮維港 一千架無人機在尖東海域上空 組成了多拉A夢經典的造型和場景 吸引市民振振的歡呼 這次的會演和上次時常相弱 但內容更加豐富 還有大批海內外遊客通過社交平台 瞭解到多拉A夢無人機會演 並且被會演深深吸引 由於到場觀看會演的人流較多 會場附近的港鐵尖沙嘴站 尖東站及道路 都實施了人潮和車流管制措施 鳳凰衛視 張宥仁 香港報導 我們再來一起關注一下 浙江溫州一間醫院 19號發生了襲擊事件 一名醫生遭到了一名持刀男子的傷害 最終傷重死亡 國家衛生健康委表示沉痛哀悼 並且強調對任何形式的傷醫事件零容忍 事發的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通報 19號的中午1點鐘左右 心血管內科醫生李盛在門診診療當中 突然遭到一名男子持刀傷害 導致多處嚴重損傷 經搶救無效 在晚上9點左右不幸去世 醫院的全體職工對李盛醫生去世 表示沉痛哀悼 相關的善後工作正在有序開展 溫州市公安局通報 失席的男子事後跳樓受傷 而案件正在進一步的偵辦當中 國家衛生健康委20號表示沉痛哀悼 對李盛醫生的家人和親屬表示慰問 並強調對任何形式的傷醫事件零容忍 已經連同公安部等部門 指導各地加強平安醫院建設 嚴厲打擊涉醫違法犯罪 保護患者和醫務人員的安全 中央接向台21號的早上表示 今年第三號颱風隔美 將會以每小時10公里左右的速度 向北偏西方向緩慢移動 而強度逐漸增強 臺灣接向部門就指出 隔美預計23號至24號 逐漸向臺灣島東部海面靠近 最快在23號的上午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而隔美可能會在24號及25號 最接近臺灣 屆時或會達到中度颱風或以上的強度 臺灣氣象專家表示 不排除隔美有機會形成西北台 如果說比較靠近石原島 甚至於再往西偏一點的話 那就會有接近這個西北台 過去凡是西北台 在臺灣都會釀成災情 西北台在霞夷上是指颱風中心 從臺灣東方海面向西北方行進 並從澎加雨和基隆雨之間通過 同時引進西北風造成嚴重災害 尤其這次侍逢大潮 臺灣中央氣象署也提醒 臺南到屏東 新北到宜蘭要慎防海水島管 但此次隔美的移動路徑仍有變數 關鍵時間落在23至24日 臺灣氣象部門估計 隔美在24日至25日最接近臺灣 並指出就算颱風不登陸 不排除強度仍達到中度颱風 提醒民眾做好防台準備 同時受拉尼納現象影響 臺灣附近海水溫度變暖 颱風容易在臺灣附近生成 專家指出颱風一旦生成 強度不會太弱 估計隔美的強度至少是中度颱風甚至較高 對陸地也有一定程度威脅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稍後回來帶您關注財經方面的消息 一會見 歡迎回來 歐盟計劃自今年8月中旬起 對自中國進口的生物柴油徵收臨時關稅 有關反傾銷調查 預計將會持續至明年的2月 歐盟19日公布文件稱 歐盟委員會提議 對中國生物柴油設定 12.8%至36.4%的臨時關稅 其中計劃對伊斯萊集團產品 徵收12.8%關稅 對加奧環保產品徵收36.4%關稅 對卓越新能產品徵收25.4%關稅 當前歐盟正對中國出口的生物柴油 開展反傾銷調查 明年2月調查結束之後 互相確定未來5年 對中國生物柴油的最終關稅 歐洲生物柴油委員會本月表示 中國企業去年 向歐盟出口了180萬噸生物柴油 對歐盟生物柴油生產造成毀滅性衝擊 此前歐盟還對中國電動汽車開展反補貼調查 中國外交部強調應當通過對話 妥善解決具體經貿問題 中方將採取必要措施 堅定維護合法權益 鳳浩衛視綜合報導 俄羅斯駐喀布爾大使日爾諾夫20號對媒體表示 俄羅斯與阿富汗已經啟動石油產品的合作 對於此前阿富汗當局表示 由於與俄羅斯在糧食安全和石油產品供應領域建立合作 俄羅斯駐喀布爾大使日爾諾夫對媒體證實 此類合作確實已經全面展開 主要是俄羅斯向阿富汗供應麵粉、小麥、燃料和潤滑油等等 而石油產品和糧食問題也是阿富汗的首要需求 阿富汗在今年5月份曾表示 自美國撤軍以來 俄羅斯與阿富汗兩國間的貿易額增加了5倍 達到10億美元 普京曾多次指出 阿富汗的穩定對於俄羅斯以及此區域內的其他國家非常重要 有必要與塔利班政府建立關係 而俄羅斯在與各國間會談時也多次提及阿富汗問題 並表示 俄羅斯將從自身利益出發 承認塔利班組織 並將其從恐怖組織名單中除名 鳳凰衛視引力莫斯科報導 美國網路安全公司重機軟件更新故障 導致微軟系統日前出現大範圍的當機 影響全球近850萬台微軟設備 涉及到了航空 金融 醫療等多個行業 微軟公司20號表示 重機幫助開發了一個解決方案 將會幫助微軟加速故障修復 微軟公司20日發文稱 此次故障所影響到的850萬台設備 不到全部微軟設備的1% 但即便如此 此次當機事故 還是產生了廣泛的經濟和社會影響 重機目前已配合開發了一個解決方案 以幫助微軟的基礎設施加速修復 專門研究操作系統威脅的安全研究員沃德爾表示 他分析確定了導致當機的代碼 這次更新出現的問題 是在一個包含配置信息或簽名的文件中 這裡的簽名可以被理解為 特定類型惡意代碼或惡意軟體的指紋 安全軟體記錄這些簽名 用來識別和阻止惡意攻擊 沃德爾表示 安全技術產品更新簽名庫很常見 頻率甚至達到每天一次 因為重機一直在監視新的惡意軟體 以試圖確保客戶免受最新威脅 而如此高的更新頻率 可能是重機沒有對其進行大規模測試的原因 目前還不清楚這些錯誤代碼是如何進入更新的 以及為什麼在發布給客戶之前沒有檢測到 此次故障波及的範圍巨大 超過一半的世界500強企業和許多政府機構 如美國最高網絡安全機構 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 都在使用重機的軟件 一些專家對數字世界技術壟斷 而導致的依賴和脆弱性表示了擔憂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美國德克薩斯州的地標建築 達拉斯第一進行會的教堂聖所 20號發生火災嚴重受損 所幸並無人員傷亡 火災是於當地的時間下午6點30分左右開始 大約三個小時之後火勢得到控制 根據消防員表示 火勢可能是由地下室開始蔓延 但是還需要進一步的調查 這座建於1890年的紅磚建築 長期以來是當地教會的所在地 12年前 教會才開始在新建設的 現代化礼拜中心舉辦活動 但是老教堂仍然被用於 舉辦各類的活動 目前達拉斯第一進行會 有16000多名信徒 而教會的牧師傑弗里斯 是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特朗普的親一支持者 原定於週日在這個教堂舉行禮拜 再來關注一下體育方面的消息 巴黎奧運還有不足一個星期就開幕了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20號表示 各項準備工作進展順利 對本屆的奧運充滿信心 巴黎奧運將會於26號開幕 屆時將會有百多位國家元首 還有政府首長出席 有關方面已經安排了 大約45000名的警察 在開幕式上維持秩序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 在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表示 一切已經準備就緒 不過現在是在組織 是世界上最複雜的活動之一 所以委員會仍然將保持警惕 強調對本屆的奧運充滿信心 距離巴黎奧運開幕不足一個星期 塞納河的水質繼續受到關注 埃利社公就指出 總統馬克龍將會兌現 於塞納河游泳的承諾 但是不一定要在奧運會開幕之前 發言就指出 馬克龍只是表達到塞納河游泳的意願 但是沒有提及要在奧運會前實行 一名總統顧問也指出 具體的日期尚未確定 強調馬克龍不只是希望 塞納河可以舉辦奧運的賽事 也希望在未來的數年 成為巴黎居民可以游泳的地方 他會在適當的時候到塞納河暢游 巴黎奧運鐵人三項賽事 以及馬拉松游泳 將會在塞納河舉行 但是上個月的水質報告顯示 河裡大場趕軍的濃度仍然超標 直到本月初才達標 再來看一下中國女排運動員 在當地時間的20號晚間 抵達巴黎戴高樂機場 為2024巴黎奧運會 做最後的備戰訓練 根據賽程的安排 中國女排將會在7月29號 迎來小組賽的首個對手 美國隊 中國女排這次共派出了 13名隊員參加巴黎奧運會 隊伍集結了老中青三代 包括三朝元老朱婷、袁新月、 龔翔宇等老將 而除了吳孟杰、高毅、凋麟宇、 鄭益新和替捕莊宇山 是首次參加奧運會外 其他隊員均有奧運會的參賽經歷 在里月奧運會奪得金牌後 中國女排在東京奧運會上 遭遇挫折 未能小組出現 此番征戰巴黎奧運 中國女排上下 都希望能夠拿出最好的表現 領隊賴雅文在現場對接著表示 這次奧運會 女排的目標就是要打好每一場比賽 咱們這次女排在巴黎奧運會 巴黎奧運會女排項目共有12支球隊參賽 按照賽制 參賽球隊被分為三個小組 每組四支球隊 經過小組循環賽之後 每個小組的前兩名 和兩個成績最好的小組第三名 將晉級到八強淘汰賽 中國隊所在的A組 包括了法國、美國和塞爾維亞隊 2024巴黎奧運會的排球比賽 將於7月27號至8月11號舉行 而中國女排將在29號 迎來小組賽的首個對手 美國隊 我們也在這裡預祝 中國女排的工廟能夠取得優異的成績 鳳凰衛視金梁末野巴黎報導 各位加油了 稍後回來帶您關注更多焦點 一會見